白天黑夜努力清理被轟炸的家園 无数难民在断缘残壁下讨生活 老族敬 抢水喝 外头失联的家属则焦急痛哭 这样的场景上演了一个多月 如今难民的心声似乎终于被听见 伊哈战火下最新出现好消息 双方已经达成临时停火协议 释放加萨地区的人质 预计未来24小时内就会宣布 确切停火时间 促成协商的关键国家卡达 发声明称以哈这场会谈 除了自己之外 还有埃及美国介入斡旋 协议细节也随之曝光 这次停火预计将持续四天 哈马斯方面会释放约50名人质 首批名单很可能包含三名美国公民 两名妇女和一名年仅三岁的女童 以色列这方则会释放150名巴勒斯坦囚犯 眼看加萨森林涂炭 以色列政府加码 称只要哈马斯每多释放十名人质 停火时间就能多一天 还会按照获释人质的增加比例 从已公布的三百名囚犯名单中 逐步释放更多囚犯 另外停火期间也将允许更多 人道主义车队及救援物资 进入加萨 包括燃料 不过以色列不敢大意 坚称停火归停火 不影响开战进度 美国前国防部长也警告 四天停火恐有助于哈马斯 重整旗鼓 目前哈马斯游击兵 也持续突击以色列军队 这场难得的人道停火 能否带来更多停战可能 恐怕微乎其微 小新闻也会正报道